师兄帮帮忙是一个网站和应用这两个产品 然后呢主要是面向我们这个全国的大学生 那么是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师兄帮帮忙去搭建一个面向大学生的一个互助的一个移动社区 那么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最核心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在校的师妹 那么他们都可以通过师兄帮帮忙这样的一个移动方式 那么平常发布他的这种求助 那么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热心的师兄为他提供这样一种帮助 那么这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功能 我们现在网站和app的用户加起来有120万左右 在六月份的时候就是面向所有的高校都开放了 那现在主要来推力推的是我们这个移动端的产品 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和南京这几座城市是我们现在比较活跃的点 因为其他城市是后面陆续在开放 所以还需要一些时间 普遍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移动的产品回忆度会更高一些 因为PC不仅是一个已经往下坡路走的一个时代了 然后移动互联网是迎来一个新的机遇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app的一个这个回忆度会远远高于PC这一块 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达到一个目标就是说 你比如说你对于师妹或者说需要帮助人而已 那你可以及时把你的这种问题通过语音 那么文字 图片这种形式发布出去 我们会第一时间首先把这个内容推给你的校友 你的校友会第一时间看到说这个东西 这是我师妹啊 对不对 我是不是应该愿意帮助他 对吧 那除了他这部分校友能看到以外 还有就是说与你这个 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兴趣关联点 相同的人会优先的看得到 那么你的这种问题就能得到一个实时的解决 那我们兄弟有一个很有趣的机制就是说 因为帮忙嘛 这个东西你不能白帮你 对吧 你总该做一些表示 所以说我们设计的一个机制就在于说 如果你这个东西确实简单 你可以通过一些感谢这种形式去感谢对方 那如果你觉得东西特别麻烦的话 我们会邀请你 比如说请师兄吃顿饭 对吧 送一些小的礼物 对吧 表达一下表达你的心意地上往来嘛 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 那我们会有一些机制 然后呢 用户也可以通过他的这种描述 去感谢他 感谢这位师兄 所以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促进了用户 从线上走到线下的一个过程 你们要吃饭啊 喝咖啡啊什么的 增进一下你们的这个相互之间的了解 我举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吧 包括我自己的 早期我们最开始是自己也不断帮师妹 比较有趣的是 当时我们就贴一个广告说 你想不想吃清华东门的枣糕 对吧 师兄帮帮忙 有很多师兄愿意帮助你买这个东西 那当时我们这样一宣传以后 就发现好多师妹就说 我想吃这个枣糕 一直听说过没有去吃 那当时我们发现因为刚刚早期 我们就动员我们所有人去 我当时背了一书包的枣糕 去清华帮助了三个师妹去送给她 那送给她的同时 她把她的一个家乡的一个粽子 作为一个回证给我 所以说我当时觉得 就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我确实认识了三位漂亮的师妹 对吧 第一个 第二个事情是 我在给予送出了我的这个枣糕的同时 对吧 换回来粽子 对吧 是她的特产 我觉得难不错啊 这是我自己经历的一些一些事 另外呢 从严肃一点 你会发现 师妹还是主要以这个 比如说情感类的话题 对吧 就是说可能遇到一些什么情感类的这种 女性嘛 可能比较感细一点 对吧 她可能解不开心中的这种困扰 对 然后就需要万能的师兄 能够给她提供一些这种 对吧 感情的支持 情感的支持 当然还有更实际的一些 比如说学业 对吧 比如说秀电脑 这种事情就是也是在我们网站上频繁发生的一些内容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平台的话呢 是一个主要基于线上和线下的一个产品 线上 比如说我刚刚说到一些情感的问题 这东西不存在于线下的一些问题 当然线下也有一些别的那种 比如说我们清华的 对吧 我们很关注北大的师妹在想什么 很关注北大的师妹 他们需要什么 或者说对吧 北大的师妹可能需要一些清华师兄 指导一些比较工科类的一些学业的东西 那我们平台就是提供了这样一种机会 通过这个产品你会感觉到 校园的这些 对吧 这种青涩的这种情怀 对 但这也是我们整个团队所拥有的一种情怀 之后我们要做的事情 一方面就是 让更多的人去知道师兄帮忙 因为现在 可能在北上广街地区 这边还可以 但是在新的地区 大家还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产品 还不知道万能师兄的这种伟大 所以我们要让更多的知道 师兄的这种能力和价值和正能量 说到做这个网站 我觉得最早应该也说到 为什么要选择创业这个事 来清华这边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自己手上有一个汽车结论的项目 当时觉得这个项目 确实是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创业的可能性的 然后当时在清华这块 就结识了很多的朋友 包括有共同想创业的一些人 那我们拿这样一个项目去做了这么一个尝试 后来发现这个事情其实并不成功 原因很简单就是 汽车这个行业加上我们做的这个产品 那么其实这个市场其实不认可 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性格来看的话 就属于这种 不是太安分 我觉得可能创业是最适合我的一条路 那我后来和朋友聊说 那不然我们选择一个 更适合我们去做的一条路 那第一个是我们没有钱 第二个事情是我们最了解学生这个人群 那我们就围绕了这样一个人群去琢磨 需求发布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那整合比较难 我们就做一对一的吧 一对一的话 那不就是一个帮帮忙的一个处形了 那么想 现在的产品 互联网已经是一个这个 这个白色化的一个一个建筑阶段了 你很难 那一个东西出来以后 迅速能够抓住别人的眼球 那么想这种 社交类的一个产品的话 最重要可能还是男女之间的一些关系 这种情愫在里面 所以说我们想 不然叫师兄帮帮忙 然后一方面 这个女性更需要帮助 这是确实是一个一个现实 第二个事情是 女性吸引师兄 能够加入到这个平台中来 那这东西一定能满足我们的一个 第一个就是快速的传播 第二个事情是早期的一部分用户的累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敲定了师兄帮帮忙 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思路 以前在PC时代的话 就是大家会经常提到 学生这个人群可能不太有商业价 大家这种消费能力或者什么也好 而且会流动 可能不太好 但是在我觉得在移动会联网 可能是一个新的机遇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产品做成什么呢 做成一个学生在校园生活当中一个入口 就是你离不开它 它涵盖了除了师兄帮忙 作为一个灵魂所在以外 它涵盖了你的生活了很多的方面 它当成为一种 成为你生活当中 必备一个工具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技术上 融入很多的商业元素 我认为 因为电脑不一样 电脑的话 你不上就不上了 你不上网就不上网了 可能抛弃你就是分分面包的事情 而你要抛弃这样的东西 是没那么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 我们能抓住这两千五百万的学生 就一定有机会 起码我们团队能够正常的运转 甚至能够赚钱 那至于说要做多大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需要时间去考验 我们自己也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 学生它其实是一个标签 一个很重要的标签 就是你跟社会隔离这个标签 我觉得中国这个东西 可能是一个 我觉得不太正常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 你觉得自己贴上了一个学生的标签 你就与社会与世隔绝了 有自己的一块领域 有自己的一块天 我觉得这是完全完全不对的 特别是大学生 带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 你在进入大学的时候 你就迷茫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所以说 包括我们做学生帮忙考虑也是 为什么我们当时觉得 一定要打通校园为来 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这种价值观是相通的 如果当你进入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有一个在社会当中 非常远离的人告诉你说 我经历了过什么东西 对吧 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什么 在你 这个时候你在去做一些 兴趣的选择和这个职业选择的时候 是不会有问题的 可能会好很多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种 校园与社会对接的一些机会 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接触一些 社会上的一些东西 从你进入大学的时候 都能够 看得更多一些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